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而有關的法律已經列入《基本法》的附件三 我在此表示歡迎 中央今次在國家層面立法 體現了國家安全是屬於一國兩制下的中央時權 中央制定了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是要堅持一國兩制的運作 貫徹高度自治的原則 保障香港長遠的穩定繁榮 依法保護絕大多數奉公守法的市民 一直享有的權利和自由 同時也令經濟得以蓬勃發展市民安居樂業 我希望國際社會能夠多理解條文的內容 從而明白這項立法工作是有助確保香港社會的穩定 以及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理解社會對這個立法工作是有不同的聲音 中央在立法前已經聽取各香港各界的不同意見 我期望特區政府是盡快來立法會 向議員詳細解釋 執行法律的細節 亦都多向公眾解說和宣傳 我藉此機會寄予社會大眾要團結一致 讓香港重新出發 我提到ины絕拟fed衡書 與香港特別的水準 法資格 將於普通通利的港版國安法 教育的法定 法定委員會 祝福所持續保護法定 法定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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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法定用的法定法定 法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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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法定法定 according to law,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long enjoyed by the vast majority of law-abiding citizens. I hop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understand that the legislative work will help ensure the social stability of Hong Kong an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ity's status as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I call on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to explain to LegCo members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enforcement details. I also urge the government to make effort to explain and promote the law to the public. You don't need to take action but also have a lot of people who have been working on the government. You don't need to take action and take action. You need to have a part of the government. You need to take action in the government. You need to take action in a particular meeting. With all the Blackhawks and the House of Communist Party. You need to take action over the government. 還有有什麼機制可以讓官員來到立法會 可以長盡地去解說這個《國安法》 第一件事 《國安法》我是歡迎的 那是不是你說要甩爛呢 其實作為立法會主席 如果政府拿任何的法例來 我都是依照《基本法》 和我們立法會的運作 以事規則去做的 所以這個不是甩不甩爛 而是如果有需要的 我都一定會做的 第二件事 今天下午 泛民議員寫信給我 要求我邀請特首來立法會做個答問大會 那我已經是隨即 就已經寫了信給特首辦 就泛民議員的議員 但是特首他來不來立法會呢 這個是特首自己的權利 那我現在等待他的答覆 請問一下有沒有知道相關的條文是什麽呢 如果知道可以透露一下 如果未知的話 未見條文就表示歡迎會不會太誇張呢 我想第一樣的條文都要等待中央政府或者香港政府去公佈啦 但是條文的框架呢 但是條文的框架呢 透過不同的渠道呢 都只要一二 那這個大方向呢 都是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 還有補了我們的國安 國家安全的漏洞 那這些是對香港是有益的 第二樣東西 我們過去那一年 我想就是香港很多市民都擔驚受怕 那如果能夠有一個安全一點的環境 大家都可以安心的 而經濟可以復甦呢 那我想大部份的香港市民都是樂於見到的 但是可能因為香港市民都說 國政黨 全部是挨拆 或者是有些人退黨 你現在某些市民不擔心國安法 就是正式的反應 那我不擔心的 那我想每一個人去做 作什麽決定呢 都是去自己做的決定的 那但是事實上大家都看到呢 尤其是我的商界啊 很多手快的市民呢 在過去那一年呢 是真是擔驚受怕的 那所以我覺得在這裏 能夠重新出發 大家去冷靜 如果大家去解決不同的政治紛爭 會是比較好的方法 剛才提到呢 希望國際社會可以多些了解條文 但是條文到現在都還未出台 那我... 我... 我... 那你不用那麽心急的 那條文會很快去出 那我想國際社會 香港市民 大家都很快可以知道條文的細則 好嗎?謝謝 謝謝 如果特朗西人的話 那麽歡迎怎麽解釋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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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布會 今天我們是有41位建制派議員 是連頭聲明 我們是全力支持全國人大通過 中華人民報幕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法 今天全國人大常委 正式通過香港國家安全法 這一項立法 堵塞了香港在國家安全上的勞動 是社會穩定範圍和市民安居樂業的重要保障 在香港前途的定海神針 我們全力支持香港國安法的通過和實施 去年的生理風波 香港法治、經濟民生 受到嚴重的破壞、黑暴環環 時刻威脅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最令人痛心的是 港獨勢力和極端分子 是理論青年人對社會的不滿 煽惑他們上街從事違法犯罪活動 而極端分子更加圍堵中央駐港機構 侮辱國旗、國徽、會出港獨分離主義 並遊說和配合外國勢力 干預香港市民 威脅我們的國家主權、安全和利益 若果他們繼續事務忌憚地進行破壞 一國兩制將能以維持 整個香港都會合輸家 每個市民聚足都會受害 因此我們相信制定和確實 香港國安法是必要的 能夠止暴制 讓香港社會恢復民政 避免青年人成為政治犧牲民 更重要的是 有關立法 可以在香港建立起維護國家 安全和利益有效的制度上 從根本上消除毒物的過預 確保一國民制、平民治 香港國安法的制定 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前程下 建議香港社會實際情況和法治的特點 並且呼籲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安的執行和司法權責 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信任和支持 有關立法也充分保障了 香港市民一直享有的權利和自由 我們要求特區政府完善配套措施 落實好這個法律 擔當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我們都呼籲 支持這個法律的實施 一起維護國家安全發展和利益 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我們相信有效落實這一步法律 必然是會讓香港從政壞 讓所有市場更安全又穩定和自民的生活 以上是我們 41 個議員的言後聲明 稍後我就要請各個 本來的代表、各個別黨的代表 都是發言 葉太,好 我們新聞黨是歡迎人大上來 我們新聞黨是歡迎人大常委 通過這個《香港國安法》 的確香港的法例是存在漏洞 我們目前是沒有法例禁止分裂國家 遍覆立本土的恐怖活動 以及勾結外國和境外勢力 過去一年的事件 使得很多香港市民都深深感受到 我們是需要盡快恢復秩序、恢復法治 而我們看到自從五月底人大開始透露 草耳中的《國安法》的細節 已經有一定的震懾力了 已經有很多人表明不再支持港獨 也都退出一些本土分離的組織 這些是好事來的 我也都相信這個新的法例 只是針對極少數的人 絕大多數案件都是在香港審理的 我也都相信這個條例是會盡量考慮 對香港人的一些顧慮 會盡量在保護國家安全和維護人權自由之間 是取得平衡的 那我是歡迎這個條例通過 並且盡快升降 工齡會 工齡會是歡迎《國安法》的通過 人大常委今天也都我們知道 應該已經是將這個重案 是立入了去《基本法》的附件三 我們期望特區政府是盡快能夠公佈實施 這個香港的《國安法》 也都要做好各種的配合和配套 確保立法之後 這個法是有效地去執行的 我們工聯會是希望透過《國安法》的定立 和有效的執行 是可以將港獨的勢力 外部的勢力 和一些恐怖分子的干預等等 都是免除在我們的社會裏面 讓我們香港可以回復我們原來的安靜和安寧 事實上根據我們工聯會做的調查 在過去的大半年 我們的失業率 政府公佈的是5.9% 是15年來的新高 而我們工聯會做的 也都是有7成的打工子女 他們的職業受到影響 無論是放無薪假 被人裁員等等 所以我們很希望能夠社會回復安寧 經濟能夠復甦 就可以改善到我們打工子女的就業前景 而剛剛我們在6月中 就是在國安法 全國人大宣布會 就住香港國安立法之後 我們都做了一個調查 裡面調查的市民 是有八成 是認為他們相信有香港的國安法 就可以令到經濟可以復甦 社會穩定經濟復甦 也可以改善就業前景 我們期望這個法例 能夠盡快特區政府公佈實施 並且有效執行 真的可以令到我們香港 回復失日的安寧 令我們的經濟盡快復甦 改善就業前景 解決到我們現在打工子女 面對的生活問題 林介豐議員 我們經文員是全力支持 全國人大常委會 通過港區國家安全法的 中央政府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 是有決和有殺 港區國家安全法 這個定力是可以全面揭指 危害國家安全 鼓吹港獨和顛覆政權等 極端的違法行為 既維護國家的主權 亦都實現了止暴制限 保障香港有一個和平穩定的環境 以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港區國家安全法 亦都可以有效打擊 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行為 防止在香港推動分裂國家的活動 確保一國兩制重回正軌 讓香港可以繼續利用制度的優勢 發揮所長 維持長遠的競爭力 我們大家都看到 過去一年 由修例風波引發的社會動態 加上持續幾個月的新冠肺炎疫情 令到本港的經濟擴入嚴重的衰退 黑暴、攬炒 直接衝擊了我們香港的營商環境 嚴重拖累經濟民生 損害市民的人身安全和基礎人權 港區國家安全法的通過 起了定海神針的作用 作為為香港帶來祝福 有助重新穩定社會 保障市民安全 恢復有利投資和營商的環境 亦都得到大部分工商專業界的支持 謝謝 謝偉傳議員 多謝大家 我代表六人組 這個國安法的通過 表示觀念 國安法的通過 除了可以在國家安全方面 堵塞了一些流動之外 同時也是維護一國兩制方面 可以令到這方面 後悶致亂 剛才我們在此很多都講過 關於這方面 當然最重要的是 特區政府 看如何調查、執法、檢控和審判方面 做好有關這方面的工作 令到國安法的實施 產生它應有作用 令到香港可以穩定地發展 令到香港經濟可以重上正軌 令到香港市民在生活方面 得而聚焦在發展 令到大家在這方面都有這方面的進展 在這方面我們再次 《國安法》其實是體驗到 即是國家安全方面的重要之外 亦都中英政府考慮香港的特殊情況 包括香港的法律方面 普通法和大陸法方面 怎樣都融合接軌呢 我相信這方面 亦都全面照顧到香港 我們提出的意見 希望市民對國安法的支持 還有都不需要擔心 這個是令大家更加安心穩定的一個發言 多謝大家 邵家輝議員 自由港對於港版的維護國家安全法是支持的 大家在過去一年看到香港所發生的黑暴 是歷歷在目的 對於我們各行各業的影響是深連的 有很多企業其實是捱不住 也有很多朋友的法門其實是打破的 我們的失業率其實是不斷上升 而等等這些問題的話 也都是隨著有很多大家看到 其他在外國的參與程度 和本地一些宣揚港獨思潮等等的人事的話 是一拼而來的 在這個時刻的話 中央對於港版國安法是出台 而去幫香港做了一個另外的參與作用的話 我相信很多香港市民在這一個地方 都看到其實這個灰色漏洞 當中央一提出來之後 我們社會的黑色暴力 一些影響社會經濟活動等等的情況 就開始馬上減少力升 所以對於今次的廣泛 我們非常支持 也在這個時刻 今天是去三十六明日 就是七一回歸日子 很希望在這個時刻的話 即是各位香港的市民 可以將我們之前的大家分歧和成縣的話 大家放下 可以大家重新再起步 為我們香港的把握 謝謝 好 請教育委員 看看我們其他議員 有沒有想回答意見 我想說 好 還好 很多市民都落區 我們就是落區 很多市民跟我們說 見到港區國安法的定立和通過 都表示非常欣慰 這個欣慰是因為看到 中央對於維護主權 維護我們香港一國兩制 長期繁榮穩定 是有一個很大的決心的 我們過去注意到 香港有一股分離勢力 是刻意勾結外國勢力 透過大家過去見到的大半年 很多的暴力 甚至乎發展到本土恐怖主義等等 這些背後的邏輯 他們就是低估了中央的決心 以為勾結外國勢力 就可以達到他們的政治圖銘 甚至乎配合 美國一些的敵對勢力 反華勢力去圍堵中國等等 這一次的說明就是中央有一個很大的決心 市民看到中央有決心 其實看到是香港的一國兩制 仍然是有希望 仍然是有前途 所以明天是我們回歸的大喜日子 我相信希望這個能夠趕快通過 為香港的一國兩制 能夠注入一個新的強心針 能夠盡快恢復我們 各人各業的經濟也好 就業也好 民生也好 盡快恢復天貴 好 看看其他議員有沒有補充 如果沒有我交給記者看 那我問一下 剛才沈隆君議員主席就說 他已經寫上去特首辦 問他會不會來一個特別的答案大會 我們認為有沒有需要 由特首或者高級官員來出席 向議員解說一下 團民程式的情況 另外就是其實都 這一刻都還沒有那個傳聞 其實用意在哪裏 是否因為其實不用討論 條文的詳細內容呢 據我的了解 今晚特區政府 會就住相關的法例和管理 而明天相關的法例 就會正式實施 既然法例已經實施 但是我們都認為特區政府 特別是相關的局 包括是保安局局長 以至是政司司長 都是合適要來到立法會 說明那個執行的安排的 依樣市民掌握那個具體細節 所以我們其實在今次記招前 已經是和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 陳克勤 以至是劉美芬議員 他是司法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還有是張國軍議員 他是政制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我們一個聯合的join panel 都是一個途徑 讓公眾讓道議員 可以有個機會去提案 還有讓政府 將這些實施的細節 可以向市民說明 因為政府是有個責任 要向市民說明實施的細節 也都在此再次呼籲 法例的原意當然是希望 保護國家安全 但是關鍵就是 不要以身是法 因為明天的法例相信就會生效 也都不要去犯法 就是法律的底線 你剛才問了 其實到這一刻 《國安法》的具體性 都還未公佈 這樣的做法是否好呢 即是做實施 大家也不知道法律 其實實質是很公佈 我相信國家 它處理整個法例的時候 有它不同的考慮 但總體我相信 細節很快就會公佈實施 希望大家給多一點時間 明天就會公佈實施 我亦都請特區政府 都盡快透過記者招待會 或者來立法會 說明使民掌握更多 除了我需要開一個特別的答問大會 去請特區政府來解釋 只要開一個聯合 聽到就可以 另外我也想問一些商界 警員怎麼看見 國商務部 都取消香港的特區 對你們有沒有影響 相對 其實我們香港 美國 香港每年得到的順差 是超過三百億美金的 他們運來香港的貨物 都是很多不同的種類 有食品 有一些醫療學分等等 照我理解 他想禁運來香港那些 或者要申請才能來香港那些 那個數字都不是很大 都是佔我們GDP一個很小的比例 但是實際上 是不是對香港整體的經濟 會帶來一些災害性的影響 我覺得 商界覺得不是 但是 暫時來說 這個可能是一個 心理上的威脅 但是實際上來說 我覺得 我們國家安全是做這一生 做這一生 這個 沒有任何國家 如果因為一些外國的勢力 而令到我們作出一些犧牲 那這些呢 我想如果我們是 因為這些都不抵受的 我們作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覺得 外國勢力 用這些手段來 去規派我們香港商界的 我覺得他們是不會得請的 但是實際上 那個影響也都不是那麼大的 我們任何風暗 過去 由金融風暴到石油危機 我們香港人 攜手 都是經歷過 也都度過 我相信 我們香港人 有我們國家作為候選 一定可以度過任何 對於有人想傷害香港的行為 我覺得 只要我們 達過了這一步 香港同天 是不會夠好的 或者我告出一下出口管制 那裡 就是商務部說的 就是民用軍用的戰略性出口 香港就在美國的Tier 2 Tier 1就是美國的盟友 Tier 2就是其他順賴的夥伴 本來這些商品 香港是不需要申請出口的許可的 現在它決定 就是說我們要申請 而不是禁運 是吧 就是一樣做多些手續而已 所以 而且正如阿林議員說 牽涉的貨值是有限 所以對香港的影響是輕微的 Alice 我想呢 中央在當決定 要就港區立國安法的時候 剛才陸總裘都說了 其實是看到中央那個決心 和準備 所以我相信 有些國家 用一些很荒謬的理由 或者藉口 我都不太明白 為什麼他們自己的國家 可以有很多條 給我們現在那個 港區國安法 更嚴重的 國安法律 他們有沒有事 為什麼我們國家 在自己的地方立一個國安法 就要 又說要罰 又要制裁 又要這樣 又要這樣 這個很荒謬的理由 不過呢 儘管是這樣 我都相信 中央是會 當決定了做這個法律的時候 已經做了一個決心 和作出一輩子的準備 其實我最近 如果大家有研究開 關於中美貿易戰的 大家都知道 在這些經濟制裁 這些手段下面 當然大家都會商量 不過你看看 誰比較商量 所以我很相信 中央已經就著這些 所謂的經濟手段 已經作出一切的準備 並且 會就著這些手段 來作出相應的回應 也都應該有相應的制裁 好 主派提出一個特首的大陸大會 另外第二條就是想問回 現在又說出國安保護之後 在DQ一個參選問題上面 而公司人員和醫護 是否都要去宣誓 中央特區上面呢 第三條問題就是 現在到現在還未有條文可以看到 其實怎樣去叫香港人去信服 去支持這條國安法呢 加上 剛才都說不要去以身示範 但是 我們連條文都未看到的時候 市民合 也都未有政府的人解說 是否都市民二度八目呢 再回應你第一條提問 我們是要求了 一個join panel meeting 給議員提問 至於行政長官答問 或者行政長官 當他刊憲之後 我相信政府 包括行政長官 都會親自說明的 如果行政長官認為有需要 我們來立法會也沒有問題 但是關鍵就是 都要有一個合適的場合 去給市民去理解 以及去給議員去提問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其實大家都明白 國家安全立法過去多次強迫 今次的法例 是針對極少數人的 只要大家 是不去搞恐怖主義 極端主義 或者是做破壞性的行為 其實就不需要擔心犯法 當然了 當刊憲之後 我們都期望 相關的執行單位 都可以出來說明 讓市民掌握法會 最關鍵的就是 其實市民那個 不過千萬不要以身事法 也都不要被煽動 走出來去挑戰法律的底線 否則可能 就是自己要承受相關的結果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相關的法例的目的 就是希望用到香港恢復秩序 其實就是希望社會有一個穩定的環境 讓我們可以集中發展 集中搞經濟 集中搞民生的工作 Alice 反正沒有那麼容易 誤導法網 是不是 如果你沒有打算要叛國 如果你沒有打算要顛覆政權 如果你沒有打算要發動恐怖主義 如果你沒有打算去勾結外國勢力干預 怎樣誤導法網 沒有那麼容易 是不是 那些細節都是今晚會宣布的 應該很快 幾個小時後已經看到 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國家安全法 其實除了保障國家安全之外 其實是保障我們絕大多數的人 絕絕絕大多數的人的安全和自由 我們過去大半年來 大家生活在黑暴之下 我們出街有沒有自由呢 我們有沒有免於恐怖的自由呢 我們有沒有一個免於 講不同政見而被人打的自由呢 我們被人起底的自由呢 我們過去是沒有這個保障的 這個正正就是恐怖主義 正正就是我們要打擊的 在港獨之下 我們香港還有沒有發展的前景呢 等等 這正正是我們今次的國家安全法 要針對的事 所以我相信 當然大家如果做一個 遠離這四大罪行的 就是分離、顛覆、恐怖主義等等 勾結外國勢力等等 是絕對不會是所謂誤導法網的 當然我認為接下來 在特區政府除了執法之外 是要加強宣傳教育 我想大家除了說 除了不要去做這些事之外 怎樣去真心去支持國家的發展 以及真心去擁護一國兩制 這件事呢 是要藉根在市民那裏 這個有大量的教育工作需要做 好 我們這招待會 再一條問題 不如稍後呢 好嗎 稍後再找個面 好嗎 好 麻煩你 過邊議員 好